年代十月初是诺贝尔奖颁奖的日子 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在每次颁奖前的一个月 还有一个搞笑诺贝尔奖要颁发呢 从1991年开始 名气逐渐的增大 大约在2009年的时候 中文世界开始有了系统的 搞笑诺贝尔奖的报道 这些奖项最初是科学家用来自嘲的 其中有从内容上看就很不堪 比如说1993年那次 搞笑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 就颁给了一篇只有9页的论文 但是因为那篇论文 有976个人署名 结果署名页竟然占了四页之多 同时这些奖项里 也有一些非常有灵气的研究 甚至有一些获奖人 后来还获到了真正的诺贝尔奖 2022年这一届搞笑诺贝尔奖 经济学呢 颁发给了一项研究 它的标题是 天赋与运气 随机性在成功和失败中的作用 这个研究建立一个模型 分析了运气对个人成功有多大的作用 这期科技参考 我就来给你介绍这个研究 提出这个研究的背景 是一个现代社会的悖论 不秀的品质 高超的技能 但这些成功者 又有很多在成功之前 其实就是平庸之辈 所以我们必须承认 运气在成功中起了作用 但运气占比有多大呢 天赋技能等等 如果可以用数值去衡量的话 它大概是呈现一个正态分布的 也就是说大部分人 在这些项目上 是处于君子附近的 正负两个标准差之内 极少部分天赋异禀的 比如说20岁男性跑100米 大部分人呢 13到19秒之间 那就算你是一个百年不遇的奇才 那也最快只有9.6秒 比那些平常不太运动的软脚虾 快一倍那就不得了了 努力程度也是这样的 比如说你每天投入学习的时间 撑死了15个小时 不能再多了 而那些跟着教学进度 走浑浑噩噩的学生呢 每天也至少能学上7个小时 你看最好跟最差 也就只差了一倍而已 但是成功如果用财富去衡量的话 这个成功度 差的可就不只是一倍了 最好跟最差 那是上百亿倍的区别 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财富的分布 按秘率呈现 今天很多银行对客户的存款统计 统计之后就发现 是2%的人拥有80%的财富 如果你缩小观察区间 只看这2%最富有的人的财富状况的话 其实啊 它依然满足 富人中那些最富有的2%的人 拥有那80%财富的80% 这个就是秘率 秘率的存在提醒了我们 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说 可获取的财富总量几乎是无限大的 机会是很多的 于是意大利塔塔尼亚大学经济系 跟物理系就联合做了一个模型 来量化 看看一个人的一生里 靠天赋获取财富多 还是靠运气获取财富多 这个模型很直观 我把图放在文稿中了 如果你感兴趣可以点开看看 在一个201乘以201的正方形里 随机分布1000个小人 他们代表了云云众生 每人出使的时候手里有10块钱 每一个小人有一个预设的天赋值 这个天赋值的高低是按照正台分布的 在这张图里 还随机撒下500个点 这些点有的是红色的 有的是绿色的 绿色代表好事 红色代表坏事 撒下的绿点 如果正好跟随机分布的某个小人重合了 那就叫做好事降临了 此人的财富将有机会乘以二 翻倍的几率 跟这个人自带的天赋属性是成正比的 同样的 如果随机撒下的红点 正好跟某个小人重合了 那就说明坏事降临了 那他的财富将有一定的几率减半 这个几率和此人自带的天赋成反比 也就是说他天赋越高 遇到不幸的事情之后 财富减半的几率越小 模型运行起来还有一个时间线 就是要反复的撒点80次 每一次代表六个月 80次就代表经历了40年的时间 这个有一点像一个人从20岁 走入社会到60岁退休 中间工作的这40年时间 在好事跟坏事各占50%的情况下 每次撒下500个事件 1000个人 初始的时候每人手里都有10块钱 撒了80年之后 结果如下 只有4个人的资产超过了500块钱 1000个人中 资产最多的20个人 拥有全部资产的44% 大约一半的人手中资产不足10块钱 这个分布跟今天社会中的财富分布 是高度类似的 再看看那个最富有的人 他手里一共是2560块钱 他的天赋值是多少呢 如果从高到低排 在1000个人中 他的排名是第496 这就是个寻常人嘛 再看天赋排名最高的那个人 他手中的财富是几块钱呢 是六毛二分五 还不到一块钱呢 你还记得吗 最初大家手里都是有10块钱的 在这个统计中 最穷的人到了60岁 手里就只有0.0006块钱了 而这个最最可怜的人呢 他的天赋值在1000个人中排名多少呢 排名第80 但是他是最穷的人 这次模拟的结果有点偶然性 那个天赋最高的人 差不多也算是最穷的了 不过 如果把所有天赋高于均值的人的财富 平均一下看 他们经过了40年的打拼 财富均值大约是20块钱 从10块钱增加到20块钱 中间这10块钱的增长呢 就可以视为是天赋起到的作用 但是从10块钱增值到2560块钱 这中间的2550块钱的差距 就可视为是运气所起的作用 那就是10比2550 这就是天赋跟运气的影响比例 我们注意 以上只是进行了一次模拟 你可能会质疑 那些天赋异禀的家伙 此生就偏巧不走运 才这么贫穷 那个资质如此平庸的最富有的人 那也只是运气而已 没关系 第二组实验里 让这1000个小人 重复了100次人生 这次呢 多了一个假设 就是每轮新的人生开启的时候 这个小人的天赋值 会重新设定一个值 设定多高呢 就是由他在上一轮中获得的财富来决定 财富越高 天赋在正态分布中也就越靠前 这个设定也符合现实世界里的一些特点 当一个人的财富比较多的时候 他能吸引到的异性的综合素质 起码从统计角度看也会更好 也自然会在各方面的天赋上 有更大概率 高于那些资源非常少的人 这样的话 他的下一代天赋 应该相应的增加一些 于是才做出这个假设 在100代之后的结果是这样的 最富有的个体 手里有40960块钱 这个人的天赋值在1000个人中排名多少呢 排名第480 这完全就是个标准的平庸之辈啊 再看天赋最高的那个人 他手中呢2560块钱 这个数字虽然不错 但是却只有最富的人的6%而已 如果天赋是成功的全部的原因的话 那么千里挑一的天赋 应该正好对应到千里挑一的财富 也就是4万多块钱 但实际上千里挑一的天赋 只换来那个财富值的6% 这就是更大规模设定之后 天赋在成功当中的作用 如果再看看这100轮中 每轮结束之后 天赋最高的人 获得最富有的人的称号的概率呢 3% 还有一个更加令人遗憾的结果 运行了100次人生之后 1000个人手中最有天赋的160个人手里 他们手中的钱大于初始资金 也就是那10块钱 概率是多少呢 32% 我们不禁要问了 为什么呀 连天赋很好的人忙活了一辈子 都有2%的人手里的钱 比初始值更少 那不是白忙活了吗 其实我们还不能把结果当做真实的人生 生活中的财富变化呢 往往是加减法 而不是以乘二或者除二的形式进行的 这个模型只是告诉我们 面对时间跟空间上的 巨额分布的财富机会 运气远比天赋更加重要 而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事实是 人群中财富分配 不可避免的会呈现密率分布 绝大部分人没钱 极少部分人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个是自然规律 此外 这个研究还设置了其他的数值 那就更有意义了 那就是好事跟坏事出现的比例 之前不是各50%吗 研究人员还试的是 好事80% 坏事20% 和呢 正好调过来 坏事80% 好事20% 看看这两种情况 结果非常有意义 当80%都是好事的情况下 天赋越高的人 获得越多财富的机会就越大 这个结果才是我们特别期待的结果 觉得更公平 而反过来 当坏事占了80%的时候 天赋高低 和获得财富的多少关系 就特别特别微弱了 几乎就是运气决定了一切 而且在坏事占比80%的情况下 最富有的人 和最贫穷的人之间的财富差距 也大大缩减了 看上去呢 好像是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 但实际上 在坏事占比80%的时候 1000个人里 只有87个人 在忙活了一辈子之后 手里的钱比初始的多 这个研究映射出很多不同的社会 在那些秩序良好 人们积极向上 偶发事件大都是好事的社会中 天赋高的人 相对更容易获得巨大的成功 而这种巨大的成功 也会导致巨大的贫富差距 而在一天一个坑 两天一个雷的秩序挖地里 一个人的天赋高低 和他是否成功 就几乎没什么关系了 而这样的社会 尽管贫富差距小 但却是极度贫穷的 知道了这个规律之后 我还想给你留一个问题 你今后会如何看待名人传记 和他的成功经验呢 欢迎你留言分享 我是卓克 咱们明天再见